好,我们进入第五章了 第五章呢,是这个相识形 相识形呢,这边我们主要呢 要看的是掌握相识形的一些性质 然后呢,要判断了什么情形呢 它会是相识形 像这个全等三角形还记得吗 在初二的时候我们上的 证明全等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一系列条件的 像是三个边相等啊 这个是三个边相等是叫什么 SSS对吧 然后呢,三个两个边相等 一个角相等,夹角相等 那个叫SAS 然后呢,过后呢 还有AAS啦,ASA啦对吗 然后呢,SSA的话呢 就没有全等 就未必会全等 因为它会有可能会画出 两个不同的三角形 所以类似啊 那个证明全等的 这一边呢 就会有证明它是三 像是三角形 OK 所以我们证明到的 它是像是三角形 我们才可以用像是三角形的 那个性质 所以这一边呢 证明呢 你们也是要懂得 要怎样去证明了 这个像是三角形 但是像是三角形 它的那个条件啊 会比全等三角形的 来得少 而且90%的提形呢 都是证明了 两个角相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像是三角形的部分了 过后呢 我们要怎样应用它的那些性质 来接下去做它的东西 过后呢 像是三角形呢 它的面积啊 有一个特别的比例啊 像它的边呢 是有某个比例 然后呢 面积的比呢 等于边的比的平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这一张呢 除了像是三角形以外呢 讲到了面积比啊 我们还有上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等高三角形 很多时候呢 在算像是三角形的面积比的时候呢 我们会连带呢 就是要让你懂得怎样看 等高三角形又是如何的 所以两个 两方面呢 配合之下呢 就可以来解这个题 这一种 这个部分的题目了 OK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似型的一些特性 像左边跟右边的两张图片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分成了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大小的 对吧 不同大小冲出来的照片 那你会看到的是 好像是一模一样 但是大小不同 像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叫做相似型了 啊 就是那两个其实是一模一样 但是是大小不同的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啊 你可以看到的是啊 这两粒 都是足球 啊 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的大小可能不一样啊 这个是给小孩子玩的 这个是给大人踢的 啊 然后呢 这两辆飞机啊 可能是一个是真实的飞机 一个是他的那个模型啊 他们每次有写到 讲说 哦 这个是 这个不懂就是一笔多少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他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比例 一模一样的 有什么parts的 他都会在里面啊 只是说他的缩小版这样子 啊 所以 以 以一个不懂一笔多少 一百 一百 一笔一百多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来 弄出来的一个模型 OK 所以这两个呢 也是属于相似型的啊 所以相似型的 你可以讲说 其实他可以是缩小的 可以是缩小版的 也可以是放大的 放大过后的 也算是他的相似型 缩小过后的 也是他的相似型 所以呢 这个就大概啊 就可以厘清那个啊 相似型的概念 哪一种题 图形呢 是他的相似型 哎 总之放大缩小都 只要形状一模一样都是了 啊 像这个的 呃 你只需要 哎 相似型的形状呢 是相同的啊 形状是相同的 他的大小呢 就可能不同 为什么用可能呢 他可以是相同的吗 其实可以啊 如果是一相同的大小的话呢 我们叫全等了 但是你讲说 我叫他一比一的相似可以吗 其实也可以哦 对不对啊 也是可以 所以相似是可以大小不同 但是你大小一样 你他叫他相似 其实也没有错啊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经过是 适当的放大和缩小后 只要他可以重叠 那他就是属于相似了 像这两个是 呃 大小不同的正方形 哎 应该是讲说 所有的正方形都是相似 所有圆形都是相似 虽然这个缺一个角 应该是printing error 呃 呃 圆形的话 你不管任何的 任何的大小的 画出来的圆 就一定是 呃 一定是相似的 OK 那还有一些正多边形 像正三角形 跟正五五边形 啊 他们都会是相似的 如果你 呃 因为他正哦 他这个正的意思呢 就是说每条边 呃 都一样长 如果你讲说每条边一样长 哦 你不管放大缩小 他的那个形状呢 都会一样 啊 说正多边形 哎 像正方形 其实也是正多边形的 一种圆形 正多边形啊 这些都一定是一样的 OK 这样这种情形呢 就不一 可能不同 哦 所以这个是不规则的三角形 啊 不规则的三角形 那你要怎样看 他是不是相似呢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图 这个图五五 啊 这两个图 呃 当然他是告诉你说 他是相似的 哈 这两个是相似 这两个也是相似 你去开始去测量 他的那个边长 哈 的比例啊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你穿透他哈 这这这一边 大概是向上一格 向右四格 向上一格 向右四格 对吗 这个是向上一格 向右四格 没有了 所以呢 这里是差不多他的两倍对不对 啊 就是AC比上DCDF呢 是他的两倍 诶 AC AC是CA 比上FD啊 是他两倍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两倍呢 他是打斜的吧 打斜 一二三四四格 打斜 一二两格 啊 四比二啊 也是 也是 也是二比一啊 越减了之后 这个的话呢 是向下三格 向右两格 向下三格 向右 向左两格 这是向下三格 向左两格 对吧 所以这里也是 两倍的一个长 两倍的长度 所以你会看到 他三个边都是一样的比例 都是二比一 那这个呢 你也可以慢慢去算啊 一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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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两倍的长度 这个是二一 这个是二一 再二一 这个是 这是多少啊 这个是半格吧 这个是两格半 这个两格半呢 我不晓得是不是半啊 感觉上是两格半 两格又四分之三是吗 我觉得是那个图 他没有图好来 我觉得是到Q 所以也就是三格了 所以这样子是三格 这里再三格 所以他其实到这一边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两格 这个是两格 再两格四格 OK 所以也是一样 他的比例也是 但是如果你用右边比左边 就会是一比二 所以一个是 大的变小 这个是小的变大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再去看他的角度 如果你去量他的角度的话 这个对应这个 这个位置 对应这个位置 所以这两个角度一样 这两个角度一样 这两个角度一样 OK 角A等于角D 然后角A等于角D 角B等于角E 角C等于角F 那这个是对应这里的 角S等于角W 角R等于角V 然后角P等于角T 角Q等于角U OK 他们的对应的角度 对应的角度会相等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在相似三角 相似多边形的 因为一个是三角形 一个是四边形 所以我们推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形状 只要他是相似的多边形 他的对应的角都会相等 他的对应的边都会成比例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相似型的一个 相似型的一个特性 相似型的一个特性 那如果两个多边形 他的对应角全部都相等 他的对应边也全部成比例 这样这两个多边形 也一定是相似 当然我们反过来的话 我们就不用证明全部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去证明全部 我们会挑几个 我们挑几个得出 就可以讲说 他的一个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他一定是相似型 然后我们就再用这个 相似型 所以对应角相等 对应边形比例 这两个特性 来继续的用它 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相似的话 我们其实用符号 我们叫什么猫猫虫 有人讲说 这个叫猫猫虫 就是猫猫虫的符号来代表相似 像这个的话 ABC就相似三角形 ABC相似三角形 DEF OK PQRS这个是四边形 也会跟TUVW相似 他写的时候 跟那个全等三角形 一样的规则 什么规则 他的这个A就要对应D 看到啊 这个A就要对应D 这个B就要对应E 这个C就要对应F 所以你的那个顺序呢 也必须要跟着的 好 也必须要跟好来的 OK 这样PQRS PQRS就TUVW 好 so你不可以讲说 这个我叫他PQRS 这个我叫他UVWT 这样就不对应吗 对不对 P都没有跟U对应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 其实算是错的 OK 所以这个呢 对应啊 P就要对应T 这个规则呢 是跟那个全等三角形 一样的 OK so 通常 通常 对应顶点 应该写在对应的位置上 这边他写通常啊 就是说他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对 我不晓得 因为一般上啊 我写的时候呢 都会写 写写写对应啊 对应位置上的 OK 那 再来的就是 相似多边形 对应的边 的比 我们叫称为相似比 OK 他的边的比呢 我们就加到 相似比 像这个三 这两个三角形的相似比 就会是二 啊 这两个相似比呢 就是是二分之一 那当然他是把前面的 这当作是分子啦 后面的当作是分母 啊 就是有前后之分 当然如果你今天呢 把这两个对掉 他就会变成二分之一啊 对我们是前面比后面嘛 这样前面是在分子的 OK 所以来看一下思考题啊 如果两个相似图形的相似比等于一 那这两个的相似形有什么关系 一样的大小 应该是说全等 对吧 我们讲又相似大小又一样 这个就是全等的关系了 OK 全等 那你讲说全等呢 他不可以叫 可以不可以叫相似呢 其实还算是相似的 啊 他相似 然后呢 相似比等于一 啊 就这样哦 然后呢 他就是全等的关系了 OK 所以这个是比 全等其实也是相似的一种 只是说他 呃 比较严格 就是大小也必须要一样 这样子 OK 再来看一下固定两个 固定两个 大于二的整数 N 为什么任意两个 正N变形都相似 嗯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正多变形 因为他 呃 我们有学过正多变形 他的这个角度啊 内角啊 都已经固定了 对吧 因为他的内角和啊 就是五五个边的内角和是多少 就是多少 那如果你是正多变形的话呢 他每个角都 一样大小的话 你就要 除啊 你一除的时候呢 你又变成了每个角就已经是固定好了 像你看啊 五边形啊 就是108度的 每个角就是108度 三角形呢 每个角就是60度 我说这个已经定好了 啊 像八 六边形啊 六边形是120度 那七边形我没有记起来 因为呃 有有很多小数 八边形是135度 所以他其实呢 如果你是正多变形的话呢 你的这个内角啊 就已经是固定好了 哎 所以 所以你要内角角度一固定好 你的那个形状呢 其实也是一定固定好了 只是说 他的边长可以 可以变大变小 也只是说大小的不同而已 啊 所以他的那个形状呢 也一定是啊 固定好了 所以正多变形我 呃 六边形的就一定是跟六边形的 正六边形跟正六边形 两个大小不同的话 他也一定会是相似 所以这边呢 我嗯 我也不知道要这样写 啊 所以这个是呃 这个是啊 你可以自己去呃 这个我最多是用口头上啊 这样子来解释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液了 啊 下图呢 我们有四边形ABCD 还有四边形EFGH 他们是相似的 球XY和A 那我们对应角要相等 像X就一定是等于75了 对不对 X就等于75度 Y的话呢 等于这个角度 问题是这个角度多少 我们知道这个角度是88 对不对 这个角度88 所以Y就一定是360减88 再减680 再减72 呃 75 好 所以呃 减出来呢 就会得到117 所以Y就是117 过后A 这个A的话呢 就对应这个15了 这个12呢 就对应这个15 所以我们比例是这样子做的 15除以12 等于A 除以15 OK 那你就写那个比例就可以了 15除以12 等于A 除以15 过后呢 再越减啊 进行越减 进行呃 呃 惩罚啊 等等的 你就可以算出来 A会是多少 OK 那这个有 有技巧的啊 很像说EF 是右边的三角形 那我们比上AB 这个是他对应的边 那你另外一个的分子呢 也必须要是同样的 那个右边的那个图形 总之分子放回同样的 呃 同样的图形 分母就放另外一个图形 然后呢 上下呢 必须要是对应的边啊 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堂练习E的部分 ABC 呃 PQR 啊 所以这个有flip一下啊 有flip一下的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个角度是Y 这个角度是76啊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应该可以看出来 X等于76度 啊 X等于76度 那Y呢 啊 我如果X76 Y就应该是180度 减去60度 再减去76度 104 44嘛 啊 44度 OK Y是等于44度 再来QR 比上BC 会是多少呢 啊 因为我们讲QR是小的三角形 比上大的三角形 这两个是对应的边 啊 他会是等于9比上12 因为这个也是对应的边 对不对 小的比大的 所以我们越减啊 越减三 就会得到 呃 四分之三 啊 所以这个就是四分之三 是他的相似比 哎 相似比等于四分之三 OK 没有问题啊 这个随堂练习的部分啊 非常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啊 一般上呢 我们两个多边形的就必须要满足呃 对应角相等对应边就成比例 对不对 这个是上面就讲到的 如果他是多呃 相似型的话 如果他是相似型的话呢 他就是所有的对应角呢都会相等的 然后呢 所有的对应边都会成比例 但是这两个条件 呃 这两个条件 确议不可啊 这他一定要符合到完 他才会相似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多边形的话呢 就必须要是符合两个啊 像这个呢 他就举了两 几个例子 像这个A跟B 一个是长方形 一个是正方形 OK 那长方形的话呢 你就会讲说 这个长方形 9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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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什么情形啊 就是说他的每个角度都一样了 对 每个角度都是90度 那这个正方形呢 也是每个角度是90度啊 啊 有的有学生就讲了 哎 每个对应角相等啊 对 每个对应角相等啊 这样他一定是相似吗 不相似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这两条边 成比例 另外两条边就不成比例了 对不对 因为他是变成了一长一短的 这个是两个同样长 啊 所以变成了 呃 如果你比较A跟B的话 他是 第一个啊 对应角相等是符合 但是对应边不想 呃 不成比例 这个就不对了 啊 像另外一个呢 C是零形 B是正方形 啊 有人就讲了 A四条边一样啊 那如果这个是AAAA 这个是BBBB啊 他每一个角 每个边都成比例啊 都是B比A啊 这样这两个相似吗 不相似 对吗 这两个角不同哦 对不对 他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这一边 如果你比较B跟C 他的这个对应边成比例 但是对应角不相等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哎 你如果是多边形的话 你这两个条件的都 必须要全部都符合 他才是相似性 OK可以理解哈 OK 像 呃 我要讲的是 三角形的话呢 我们 呃 有 有 已经有规定好了 哈 就是说 三角形不同了 总之 因为多边形啊 因为你超过 超过三个边 三个边的话呢 你的那个边数就多 啊 所以你会可以啊 就好像说 我们每次讲说 你 你 你做三角形的形状是很稳的 但是你一弄四个 你是 丁丁那个木框啊 丁四边形的话 你就开始 哎 左右可以摇了 所以这个四边形呢 就开始不稳去了 啊 就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啊 所以就变成了他可能会有东外西岛的一个情况 嗯 呃 我不懂要讲什么 OK 我来看下例题 呃 跟 bf 会是多少 OK 嗯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题的做法是怎样呢 他先设bc是等于x 那 那 那 ce呢 就会是等于 呃 x减去 1啊 因为be是 呃 ab f呢 是正方形 所以ab是1的话呢 be也是1 OK so ce呢 就会是x减1了 那在这边呢 他就想要说哦 如果你讲说abcd和cefd是相似的话 那bc比上这个是长的吗 对不对bc比上ef会等于ab比上ce 那bc有吗 bc就是x啊 对 ef有吗 ef就是1啊 因为这里是1 这里也是1啊 然后呢ab有ab也是1哦 ce呢 就会是等于x减1了 那我们拿解这个方程就可以了啊 乘过去 这个交叉成啊 对不对 x平方减x等于1 1拉过来就变成减1 那这个的话呢 他就呃 做了什么呢 做了公式法 公式法负b正负b平方 1的平方 减去4ac减减变加加上4 那这个就会得到根号5 为什么加减就变成只有加呢 因为如果你因为根号5是比较大 大于1 啊 根号5是2点多 如果你放简的话 一简 根号5 你就会得到负值了 哎 那以为我们的x是一个长度来的吧 啊 不可以是负吗 所以他就只有加没有减 OK 所以那个找出来的这个啊 长度呢 就会是根号5加1除以2 OK bc就会是等于根号5加1再除以2 那因为df是x减1 所以这个东西在减1的话 通分减去2分之2 OK 1减2等到减1 所以这边变减1 OK 所以这个根号5加1除以2 跟根号5减1除以2啊 这个我们是称为黄金比例啊 虽然这个是我们没有说他 呃这个不算是我们的课程内的东西啊 算是一个呃呃课外的东西啊 是不是黄金比例啊 就是这个数目 根号5加1除以2 根号5减1除以2 所以如果你没有兴趣啊 再去寻找一下什么是黄金比例啊 啊 然后呃除了这一方面还有什么用啊 等等的啦啊 所以你可以有兴趣呢 可以啊 记起来 然后呢 继续呃往这边拓展 好我们来看一下随唐练习2的部分 长方形ABCD跟PQRS是相似的 长方形ABCD的长和宽是6cm跟呃 呃6cm跟4cm 如果PQRS的长 有一边的长是12的话 请问另外一边是多少 那这边很tricky的就是这个12啊 他没有告诉你其实是长还是宽 他只是讲其中一个边长 ok so 也就是说 你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 第一个的情形 我应该用 比较好 ok 我用比较 freehand画比较容易 ok so也就是说我相似的话 我6比上12会等于4比上多少 so这个是第一个情形 我的这个12是长 对 我的12是长 那这个月减了之后 428 我就会找到啊 他是8cm 这个就会是宽 ok 就是长是12 这样宽就会是8 那如果另外一个情形呢 就是6比4 他的这个12呢 原来是宽 原来只是宽 那我这个可以月减剩3 6 3 18 给我放Y就好了 18cm 这个就是长 所以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有两个情况啊 就是说ABCD 我们知道长是10 长是6 宽是4 他讲PQRS 有其中一个边长是12 他没有告诉你是长还是宽 所以这一题呢 你必须要啊 要找两个情况 如果12是长 那8cm就是宽 如果12是宽 那你的18cm就是长 给说这个很特意的一个题目啊 然后我们再看下立体三 立体三 我这个立体很多的 OK 以至一个 建筑物的底部的边长是 30m的正方形 边长是30m OK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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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们 若此建筑物呢 他的模型呢 高50cm 底盘的面积是20cm 正方形 请问他实际高度会是多少 OK 那这个做法是这样 他先假设说 哦 他实际的高度是x meter 给x meter 那x meter就要比这个50cm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把实际的长度呢 他把实际的长度呢 都放在了分母 分子 OK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 我应该要这样写 so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把它分成 你可以 好像表这样子的 他把上面 放成了实际的 对吧 他把下面呢 就放成了模型了 OK 那要怎样对应呢 像这个x 还有50是什么呢 是高度嘛 OK 这个30跟20是什么呢 是这个底部的边长嘛 底边 我叫他底边 OK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他的 他是很整齐的 这个像是比的是很整齐的 你不要放错 很多时候学生 错在哪里 有错在放对调啦 上下对调啦 左右错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整齐的 你只需要看好来 哦 他的x是实际的 你这一边也要放实际的 30是底边边长 meter 实际的 那这个写完了之后 很多学生会担心的是 老师这个是meter 这个cm 这个meter 这个cm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因为上这两个可以跃掉 这两个可以跃掉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 什么情形可以跃 这个很多也是学生 也是混交的 上下可以跃 左右可以跃 交叉的话呢 是相乘 OK 交叉就是5跟3是相乘的 上下可以跃 左右可以跃 所以今天你不要把0跟 这两个0跃 你可以把这个0跟这个0跃 是可以的 OK 他就相等于两边乘10的意思 左边乘10 右边乘10 可以啊 对不对 就可以这样子来跃 那你可以看到 他先把50也搬去对面 然后呢 再可能再约吧 25 25乘3等于75 所以他真正的高度呢 是75meter 75meter OK 5.1呢 由你们来做一下啦 对吧 谢谢大家